郭文貴議員 各位同學早 提醒一下同學 下禮拜五期中考 上次講的有沒有問題 上次我們提到的討論短期的price-stake-in-firm 價格接受廠商的攻擊曲線 這個supply curve指的是output 我們後面還會提到一個input-demand 這是output-supply-curve 那我再稍微remind一下 短期的價格接受廠商的攻擊曲線來自於哪裡 主要是它有兩個decision 一個是叫做profit-maximalization decision 要它利潤最大的話我們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first order condition 一些條件 first order condition是price 要等於show long的marginal cost 第一個 那second order condition 這個我們知道是一個 可能是最大也可能是最小 我們保證它利潤最大的話 還必須要符合second order condition 那個是srmc'x 這個短期的邊際成本曲線必須要遞增的 這是第二個 或者是有短期的 有固定生產因素的時候的生產函數 那個生產函數的邊際報酬要遞減 這個是兩邊都一樣 一個是邊際成本遞增 一個是邊際成本 邊際生產力 marginal physical product of labor 要遞減 這是這兩個 順便提一下 我沒有提過一階條件二階條件 還有一個以前我們曾經討論過 必要條件跟充分條件 necessary 還有sufficient 不要誤會了 有人會 會認為一階條件要是necessary condition 不是 necessary condition意思是說 當你利潤最大的時候必須要滿足什麼條件 當然是一定要滿足這個條件沒有錯 另外 也要滿足這個條件才行 就是 我們一個極大 一個函數的極大 我們上次有畫過profit function長什麼樣子 類似是這樣子 x 然後利潤函數就叫pi of x 有一個是我們必須要最大 最小 這兩個點都是 這個是f prime of x 要等於0 那這個也是等於0 但是這一個的話是f double prime of x 假如是這個函數 對不起 pi 我們現在用pi 我們就用pi pi prime pi double prime of x 要小於0 這個點 pi double prime of x 是大於0 那這兩個其實都是necessary condition 都是必須 其實我假如利潤最大的時候 在這個點 所以這個點的話它必須要什麼 它的一些條件必須要first derivative 這個目標函數 這個目標函數 這個利潤函數 它的斜率要等於0 就在這個地方是 地震然後變地減的 在這個點 那 這是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也是pi prime等於0 在這裡 我這個多寫一個 已經有了 pi prime等於0 但是這一點 它是convex 這一點是concave 一定要concave才行 所以pi double prime of x 要小於0 也是necessary condition 個別的 個別都是必要條件 就是利潤最大的時候必須要 第一個條件 pi prime等於0 第二個條件是pi double prime of x 小於0 但是兩個加在一起 就sufficient 單獨一個 就是利潤最大imply這一個 利潤最大imply這一個 所以它叫necessary condition 反過來 這兩個符合的話 就imply利潤最大 就符合first order condition 跟second order condition的時候 然後就是利潤最大 這個是要弄清楚 不要以為first order condition 就是一定necessary second order condition sufficient condition 不對 因為兩個分別 假如單獨分別都是necessary 但是兩個合在一起的話 就充分 就是它一定就會 這兩個條件都符合的話 我們覺得利潤最大 所以第一個 profit manipulation decision 第二個叫做shut down decision 謝業的決策 什麼時候謝業 不是利潤小於0的謝業 是producer surplus 小於0的時候才謝業 那注意到producer surplus 我們前面定義過 producer surplus 是等於profit加上tfc 所以只要它的利潤 不會高過於負的tfc 不會低於 應該講說低於負tfc 就是它的損失沒有高過於tfc 所以它不會shut down 所以它有個條件是 pi of x 要大於等於 我們加個等號好了 等 相等的時候是indifferent 等於負的tfc 這個是不會shut down 這個另外一個條件 或者是 這個我們不知道利潤怎麼算 利潤是等於total revenue 減掉shut down total cost shut down total cost 包括兩個cost 一個叫做變動成本 tbc 一個叫tfc 所以等於total revenue 減掉tbc 減掉tfc tfc消掉了 所以total revenue減掉tbc 要大於等於0 或者是 怎麼樣 total revenue 要大於等於tbc 它只要能夠收進來的錢 total revenue 能夠回收 這個其實也是dependent on x 我們就這樣寫 tr of x 只要收進來的錢 能夠回收變動成本 它就應該要 它就不要shut down 那這個等於p乘上x 那這個會等於abc of x 乘上x 這個是平均變動成本 乘上x 那所以從這個式子 我們可以知道 或者是 這個條件也可以等於p 大於等於abc of x 只要價格能夠高於 只要單位的價格 能夠回收變動成本 平均它這一單位的成本 它就不會shut down 或者是 我們叫p 會等於 在前面 srmc 這裡 還可以再寫 加上 第一個 profit manization decision 這個或者可以寫成 srmc of x 要等於p 大於等於abc 所以我們從這個條件 我們就知道說 什麼是 短期的 就價格就是 什麼是短期的 攻擊曲線呢 就符合這條件 所以 它的短期攻擊曲線 然後修讓supply curve 短期 of apply-staking-firm 它實際上是等於 srmc 加個curve above abc 比abc要高的srmc那一段 那個是shut down的supply curve 或者我們在圖裡面看 我今天重複講 是因為等一下 long run的跟這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只要需要畫一個abc 其實上面還有一個 shut downac 沒什麼用 那只要是計算利潤用的 那只要是計算利潤用的 那實際上廠商 它通常 它看的是 它看的是producer surplus 我稍微調一下 畫的時候這幾個要稍微注意 marginal cost 一定穿過 average cost最低點 所以畫的時候 這個應該是最低點 這個應該是最低點 所以那個 那個shut down的supply curve 是這一個高位這一段 高位這一段 這是shut down的 對不起 寫錯了 shut downac 這是shut down的mc 那粗的這一條 就是srs 粗的對應粗的 粗的對應粗的 實際上 應該還有包括一段 這一點以上 還包括這一段 這段是shut down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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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c 這個是它的最低點 從這裡 0到這一段 就加這一段 這是短期的 價格就是好像短期的攻擊曲線 上次我們沒有提到的有一點 各位看看這條線 我們除了是srs等於部分的srmc 我們得到很重要的一個結果 我們在需求曲線的時候 我們有討論過它的邪律 在消費者裡面那邊 消費者需求曲線是負邪律 除非它碰到的是givengood 這個呢 從這裡我們可以得到怎麼樣的結論 尤其是從second order condition看 這個 它利潤最大必須要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它必須要找到srmc的 短期的編輯成本裡面的 短期編輯成本有可能負邪律 有可能正邪律 我們只能拿正邪律那一段 正邪律那一段 還不是全部拿 還拿一部分 要高於abc最低點以上 所以從這裡我可以知道 shut down的supply curve 這個srs 這條線 這個我們叫srs 是upboard sloping 是正邪律的 為什麼正邪律很重要 就是因為我們要找到利潤最大 不光是要first order condition 而且要second order condition 這兩個分別都是necessary condition 但是兩個加在一起是sufficiency condition 你這個短期的編輯成本要遞增 才能夠符合second order condition 所以因為那樣子 所以保證 它shut down的supply curve 一定是upboard sloping 所以反過來講 shut down supply curve 為什麼是upboard sloping 因為我們不需要它的二階條件 shut down的marginal cost要低增 或者是邊際報酬要低減 這是我們在上一次 我們上課的時候提到的 有關於price taking firm shut down的均衡 有沒有問題 這個我們最終就 其實我們個體都在談什麼 談market market equilibrium 那market裡面包括什麼 demand curve supply curve 我們在上一集 把demand curve講了 而且得到了一些 有一些 我們很重要的一些 關於demand curve的一些property 它的性質 其中一項就是很重要的複寫率 一般正常的話應該是複寫率 那這裡我們得到supply 假如是一個price taking firm 在短期的時候 它的供應循環是正協率 好 沒有問題我們現在 談long run 這一節 我們叫做price taking firm shut down equilibrium 那實際上並沒有全部講完 其實只講了一半 注意到消費者 在市場裡面扮演角色 有兩個角色 一個是 它是最終商品的需求者 另外一方面 它是一個因素的攻擊者 但這兩個decision是分開做的 這兩個 它不會一起做這個decision 你的因素 你的勞動的攻擊 或者是你的資本的攻擊 或者是你的土地的攻擊 跟你的消費是沒有關係 那這一部分是跟你所得有關 你有了所得以後 再去把它所得拿去買 你的final goods跟service 所以這兩個角色是分開的 但是在producer這一面 input跟output的decision 是綁在一起的 注意到 它的 一個firm 它要追求利潤最大 利潤來自你哪 利潤是total ramage 和total cost total cost 我們知道是 它使用因素 所以它會用到因素 另外一個就是 它賣東西出去 它把final goods賣出去 所以它要做兩個決策 這兩個決策是綁在一起 一個是output decision 它怎麼樣生產 另外是input demand的一個 就是它怎麼樣去 去雇用生產因素 然後雇用生產因素 會是它成本的一部分 所以這兩個是綁在一起的 收益 它的output decision 它有收入進來 那input decision 會有成本出去 所以收益減掉成本 是它的利益 所以這兩個 要同時做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我剛剛講的 我們剛剛做的東西 只做了一半 就是它的output decision 但是這兩個decision 其實是完完全全 其實我們一樣講 因為短期的時候 你有了這個 有了這個 算出這個output的這個東西 例如說你價格 小點這樣子 P1 這X1 其實你就可以往回推了 到底你要生產X1 你要多少的input 我們可以從它的blocking方式來看 為了生產這個X1 它需要用到多少的label 就是label requirement多少 那個就是input demand 但是我們在這一張的後半部 還會再單獨談說 從一個廠商怎麼樣找出它的input 使得利潤最大 就跳過這個output的話 直接用input來看 怎麼樣找到利潤最大 這個是我們是 直接從output看 output decision 所以我們講說 show run的equilibrium 在目前為止 我們只談了 場上只談 pricing input show run的decision 只談了一半而已 另外一半就是input input裡面還沒有談 跟同學說明一下 接下來我們談 price taking firm的long run equilibrium 一樣的 long run equilibrium也是要做output decision 也要做input的 就是output supply的決策 還要做input購買 input裡面的決策 那我們現在先暫時談 還是一樣談output的決策 那一樣的 這個廠商還是一樣追求利潤最大 它叫maximize 它的long run的profit pi of x 我兩個都用短期長期我都用pi 但是這個pi的定義 是p乘上x 我分兩次寫好了 叫total revenue of x 減掉long run的total cost 差異就是後面這個 長期的總成本 這一部分是完全一樣的 p乘上x 它因為是price taking firm 所以這個p是固定的 p乘上x 減掉long run的total cost of x 我們在上一章有討論到成本曲線的樣子 成本曲線取決哪一個 短期很簡單 短期的就是 看看你的函數長什麼樣子 你把它翻轉過來 你把它轉過來 就得到成本曲線 長期的比較麻煩 長期的long run to the cost 怎麼算 你不是把一個pluging function 找它的函數 pluging function 找出input requirement 然後從那它的價格就得到成本 不是 我們講過了 長期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可以變 所有的土地勞動資本都可以變 所以你有很多個 組合能夠生產相同的output 那時候你要找出一個 成本最低的 一個output之下 成本最低的組合來生產 所以比較複雜一點 這裡的long run total cost 我會寫一下 long run total cost of x 它實際上是等於什麼 它是等於 所有裡面的 最低的 這個x 在這裡 我要生產這個x 我有很多的l跟k能夠生產這個x 然後這裡面的l跟k 它花的錢是最低的 這個long run total cost 所以這比較麻煩一點 你要先找出 在我們上次上也提過 先找出expansion pass 每個expansion pass 對應一個成本 那算出來 對應一個支出 那又算出它的成本曲線 那在 那個短期的時候 的成本曲線 我們說它的性質 看它的marginal 它的 它的 一個成本曲線 show run total cost 然後長什麼樣子 就看它是 看它生產函數是 2的凹的 一開始是有 邊區報酬地震 有凹的 就是它 那個生產函數是 爬升得很快 到後面有 邊區報酬地減的 爬得很慢 成本剛好顛倒過來 剛開始因為有邊區報酬地震 所以它 它成本上升得比較慢 所以短期成本曲線 我畫一下好了 短期的成本曲線 它類似是這樣 先爬 往上爬 再爬得慢 但是後來爬得很快 然後這裡有一個什麼 TFC在這裡 這是 show run total cost 所以這條線的樣子 實際上是跟 production function 是顛倒過來的 production function 先遞增 然後再遞減 但是長期的就 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從 我們這裡是知道 在這個之前 有 increasing marginal return 或 diminishing marginal cost 這一部分是 有 increasing marginal cost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 這是increasing marginal return 這裡我們談的是L 所以這裡有increasing的 show run marginal cost 這裡有Diminishing show run marginal cost 所以我們在短期的時候是 主動在哪裡 談marginal 編輯的東西 那長期的時候 不是啦 長期我們沒辦法看編輯 什麼叫編輯 編輯是你固定的一個東西 然後一個東西在變 長期的時候沒有東西在固定的 短期有capital固定 所以你變那種labor 你可以談labor的編輯報酬 長期的時候 你兩個同時在變 你那時候要看什麼 Return to scale 是怎麼樣 它到底是 規模報酬是 遞增遞減 我們在上一章有談過 它跟成本是有 跟什麼成本 跟那個average cost有關 我們在談到底是 economy of scale 或是dis-economy scale 是平均成本 就是long run average cost 這裡是談 short run的marginal cost 遞增遞減 你看這遞增遞減 marginal cost 但是在長期的時候是 average cost是遞增遞減 是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in x 這個不知道 叫做economy 或者是叫做dis-economy of scale 所以形狀我們著重討論什麼 討論平均曲線的樣子 是遞增遞減 好 那不管這個 也是跟同學順便提一下 這個兩個看起來是 差就兩個字而已 就是profit function 差兩個字 這個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是srtc 跟lrtc 好 一樣的 我們這個 有了這個問題以後 我們的first order condition 它是什麼 一樣的 pi prime of x 要等於0 那pi prime of x 是等於什麼 跟這裡一樣 marginal rami of x 要等於long run的 marginal cost of x 原來是 或者是 這樣子好了 減 它等於0 這個是 編輯利潤 編輯利潤等於 編輯收益 編輯成本 那這個marginal rami of x 我們知道 一個price taking firm price等於 average rami of x 等於marginal rami of x 所以這裡是等於p 然後減掉lr mc of x等於0 或者是 p等於mc 所以跟那個 show run 是一模一樣的條件 只差一個是 現在用的是 long run 同學講 你不是說 這個我們在短期的時候是 看這個嗎 沒辦法 短期的確是看 long run average cost 先算出 long run average cost 到底 economy is economic scale 就可以得到 long run的 total cost 總成本長什麼樣子 假如有economy scale的話 這是平均成本 那個看的時候 就不會看斜率 看它的割線的斜率 不是看斜線的斜率 你算出一個 long run total cost 然後那裡才得到 long run marginal cost 但是 我們的條件還是一樣 price等於long run marginal cost 這是 first order condition 還是一樣 是 也要看long run marginal cost 然後 second order condition 一模一樣 second order condition 也是 pi double prime of x要小於0 pi double prime是什麼 mr prime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mr是p 固定的 所以 那個 變輯成本的斜率點多少 0 它是水平的 它不會變 變輯收益是不會變 然後減掉 long-run的 marginal cost prime of x 是小於0 或者是 long-run的 marginal cost of x 大於0 也是一樣是邊際報酬地震 雖然我們長期的時候是看平均成本 不太看邊際成本 但是它還是需要邊際成本要地震這個條件 這是利潤最大的條件 就是這個之前 利潤最大條件